hello 同学大家好 我是画画 今天讲的是第300 tier longest increasing subsequence 最长递增子序列 也是一较非常经典的一个题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就是给你一个没有排序过的整形数组 让你找出这个长度最长的 找出那个最长的长度 就是这个递增的子序列 然后他给你这个量力 就是说19253710118这样一个数组 他说最长的那个递增子序列是237101 237101 就是它是必须是一个sever rate subsequence 不是sever subsequence 就是顺序必须满足 顺序的话是和原来的数组中顺序一样 那你把其他一些元素插掉 剩下237101 这就是他的一个subsequence 然后的话他的长度是4 然后你就要 你就要返回4就行了 他也说就是说他有可能有多个解 然后你就要返回这个长度就行了 另外一个解的话是23718也是一样的 就是长度也是4 他这边提示你说就是说你的算法时间复合度应该是在N平方 N平方以下 今天我们会讲两个讲一个这个N平方算法 然后的话这个NlogN的算法我们会在另外一个视频之后进行讲解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那个做的讲义 给你这样一个数组 你要找出所有的可能的subsequence 就是一种broof force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出所有的可能的subsequence 然后去判断这个subsequence是不是单调抵增的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把用一个二进制数 这个二进制的数的长度是nbit 然后1表示我要取这个元素0表示不取 那我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取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我检查一下这个18是不是单调抵增的 如果是的话我就记录它的长度 然后的话我这边就是我没举所有的二进制的数 然后到这边的话他就有两个00110101 表示的话我要取这个子串25718 然后25712我检查一下它是不是单调抵增的 如果是的话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它长度是4 它是最大的最大值 最后的话我要一直运行到这个二进制数到最大值 就是这个全部是1的情况 就是说我所有的元素都取 然后我检查一下它是不是单调抵增 很明显它不是 所以说它就不是我的答案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共有2的n次方 2的n次方不同的subsequence 你要全部把它模拟出来 然后并且求出它的判断它是不是这个 这个单调抵增的话 它的时间法度至少是2的n次方 这个就觉得是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它长度一旦稍微长一些的话 你就超时了 好那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 取出所有的subsequence 然后重新判断 因为我们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我已经知道了一个子序列 它是不是单调抵增的 我就是可以用它的解 如果我现在需要去求解它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存下来 我没有必要去求解它 这就是引出了我们这个第二种做法 就是一个地规的做法 我们要看这个地规做法是怎么描述的 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地规函数 LiS它的输入是个数组 我们把它的结果 结果的就是它的反挥值是这个长度 就最长的那个递增子序列的长度 并且要求这个最长的那个这个子序列呢 要以这个当前这个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结尾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这个输入数组是19253710118 这个然后的话我要求出的是这个 这个一个 一个数组的最长的递增子序列的长度 然后必须以18结尾 以18结尾 那有这个要求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要一个数组是递增的话 你必须 如果以18结尾的话 表示说它之前的结尾的数 必须小于18 那我就从 那我就是 把这个数组中找出它的subarray subarray就是 然后这个subarray的结尾必须是小于18 我找出这样的所有的subarray 然后我对它进行递规求解 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 这个有它的解的话 它必须是以7结尾 因为我知道7小于18 所以说我的我的解一定是比你的解大多1 因为我可以把我18追加到你这个 这个最长的这个子序列的后面 那也是合法的 所以说我只要每一举列出所有的比18小的这个结尾的subarray 然后地规求解这些subarray就行了 然后把它的值通通加1 最后的话我要取这个max 因为我不知道哪个subarray给我返回最大的值 我每举所有的subarray 然后它的subarray结尾的话 它比较小于当前这个结尾 所以说我要求解地规求解192537 以此类推 之后的话我们 就是把最后一个元素删掉 然后就是我相当于是每一举不同长度的subarray 最后的话我把这个18删掉之后 它那个是101结尾 然后101结尾的话它这个其他的subarray呢 和这个18是一样的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结尾的元素呢 都是比18小也是比101小 然后的话你就是看到你这边有重复的子问题 我的地规求解这个子问题 如果你没有记住这些子问题的话 它的时间法度其实和第一文是一样的 就是2的n次方 当然我们这边做了一些稍微的简直 就是说如果当前这个子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 比我这个最后一个元素大的话 那就是说没有必要进行判断了 这肯定不是我要的一个结果 我必须要求说 之前这个子数组最后的元素 要小于我当前这个最后元素 好 那我们就地规求解这些子数组 看看这个会是什么样情况 这边实话192537一样的话 找出比7小的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把他们的suburrate取出来 地规求解 当你发现到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我这个结尾是2 然后我之前没有一个元素比我小了 那我是不是没有不可能 就是不需要在地规求解呢 然后这个种情况下的话 它的解就是这个元素本身长度是1 然后解的话就是2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我这个子数组就一个元素了 这个元素的话 那我的解也只有1 那这是我本身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地规的结果返回到上一层 比如说1925 我只能地规求解192的解 因为比我5小的元素 suburrate的最后一个元素的话 只有2 比如说192的解加上1 然后的话我们知道这个192的解是1的 然后1925的解就是2 然后它的解其实是25 这个一个suburrate 但是subsequence 但是我们不需要用到 我们只需要用到长度就可以了 同样它继续返回上去 返回到这边 这边的话 就是7比5大 然后你知道那个1925的解已经是25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这个192537的解的话就是257 然后你一层层地规返回 就是退战返回到最上层 最上层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18和101它的解 它们前面的suburrate suburrate的解是一样的 就是237 然后的话最后加上18 然后加上101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解 它的长度都是4 那我最后整个这么长的一个array 它的最大的subsequence increasing subsequence的解 就是我要地规求解长度是1 长度是2 从0开始长度是1 长度是2 一直长度是n的一个suburrate的解 然后这些解中的最大值就是我的答案 但这要提的话 这最大值就是那个是4 他就是237 18或者237 102都是一样的 之前我们说过 你会发现它求解这个array和求解这个array 它会有很多有相同的子问题 有相同的子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去递规求解 因为我们只要求解一次 我们就可以把它值记住 只记住的话 就是就可以反复使用 然后的话 我们发现我们只需要记住 n个这个值就行了 因为我必须是一个从0开始的一个suburrate 那它一共有多少种suburrate 一共只有n种suburrate 所以说我最后答案 我只要存储n个不同的值就行了 代表这suburrate长度是从1到n的最大解 節 之太解 好的 这就是一个它是就可以把这个题目转化成一个地归的题目 然后你会发现 通过这个技力化地归之后呢 我们的时间法度其实就降到你是n tongue bucks 就是因为我这个数组长度是n 然后的话 我要长度是n的话 我要求解的话 我要求解就是说有它有n-一个子问题 有n-一个子问题 每个子问题 它其实你要求解它的话 它时间发度 它每个子问题只会被求解一次 然后求解每个子问题的时间发度 是这个子问题的长度 这样讲好像不太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递归形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递推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递推的形式的话 我们这边和这边定义是一样的 我们用这个fi这样一个数组 来表示这个长度 这个longest increasing subsequence的长度 然后的话它必须在numbersi结尾 就是必须包含numbersi 这样的话我就每举不同的subarrate长度 和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这边subarrate长度 我每举一二三四不同的subarrate长度 然后的话 我要看我之前的 我要找一个 以不同的j就是结尾 然后就说我取不同的结尾 就是和这边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固定长度情况下 我去找我之前所有的数 要这些subarrate 然后的话我必须满足条件 就是说我当前这个数组结尾的元素 大于你这个subarrate 这个数组结尾的元素的情况下的话 我的这个解的长度 就是你的解的长度加1 当然我得判断就是不同的子问题的解 所以说我这边要取一个max 因为我有可能很多很多子问题的解 那这样最后的话 我只要在f array中找最大值 就是我的答案了 那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样例 我这边把numbers和它的f array f这个数组描述出来 10的话因为它没有其他 它没有前面的元素 然后它的值就是1 它最大长度的子序列就是1 同样的话9 因为10它要每举9之前所有的元素 因为10比9大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去append9的时候 10后面它9也是1 相同的话2也是一样 因为2比之前都要小 所以它也是1 到了5的话 它情况有点变化 就是说它从5的话 它每举了所有的它前面的数字 192 19都比5大 然后2比5小 所以说它发现2的解是1 然后我的5的解的话 就是2的解可以加1 就是变成2 因为我5比2大 所以说我这边可以把5的值更新成2 是从2的解加1得来的 同样的话到3 到3的话3比2大 它同样的话就是把这个3的解的话是2的解加1变成2 到了7的话 它就有 其实它有三种选择了 就是说它比2大 比5大 比3大 这时候5和3的最大长度都是定是2了 然后我7的最大长度就是就可以是这两个长度加1 从这两个长度加1加到这边来 举个最大值就是3 就是7的长度就是23253长度的最大值加1 这边就是3 同样到了101的时候 它每举前面所有的长度 它比前面所有的数都要大 但是你会发现只有7的解的长度是当前是最大是3 所以说我101如果pandle到7后面去的话 我能获得最大解 这个解就是4 同样的话是18的话 它也是一样 它比之前所有的数除了101多少大 它的解的话都可以 它的值可以使前面所有的这些值加1 直到101为止 然后的话 它的最好情况也是7 所以说它的4就是由7的3得来的 3加1等于4 最后我只要扫描一下这个 循环完了之后 扫描一下这个数字里面最大的元素 那就是我的答案 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递推的过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 D硅的代码 D硅的代码 这个运行时间是33毫秒 首先就拿出这个数组长度如果是0的话就是返回是0这样的话它是没有解的 之后的话我们就定义这个一个数组 F 来表示我这个最大的长度 F表示最大的 这个最大的那个subsequence increase subsequence的长度 然后以Numbers i结尾这个必须是使用的Numbers i 之后的话 之后的话我就要 从这个不同的长度的subarray中找一个最大值 就是 我长度为1的 从0到1 0到2 0到3 不同的长度的subarray 然后去它的那个 地硅球节它的那个不同长度的subarray 然后找个最大值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地硅这个函数 它输入的是一个数组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R标记说 其实我们只要处理这个数组的前2个元素就行了 就相当于是我的输入 我的输入可变的 但是由于我不想拷贝这个数组 那我就把它这样描述一下 就是然后把定义成lens of那个longestincreation subsequence ends withNumbers r 就是以那个Numbers r结尾 必须使用这Numbers r 好的 如果这个R是等于0的话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空的数组 反过就是 不是空的数组 就是这个数组只剩下一个元素了 那它的长度就1 另外这F2大于0的话就表示说我已经求解过了 一开始我出时只是0 F2如果大于0的话表示我已经求解过了 我直接返回就行了 之后的话我这边把它定义 这个当前的那个answer是1 就是因为最坏情况下的话 你没有你不比任何一个元素大 所以说的长度就是1 之后的话我就没举之前所有的subarrate 长度比我短的subarrate 必须从0开始 当我当前这个数比你这个subarrate的结尾要大的话 那我就可以递归 我要递归求解你这个subarrate的 最大值 最大值然后加上1 因为我可以把我这个数加到你这个subarrate的最后面 subsequence的最后面 构成新的解 所以它长度就是你的解 这些不同的subarrate的解 加上它加上1 这样我求到了最大值之后 我就把它放到内存里了 记住它 就是fr等于我们的answer 最后就返回着它就行了 好的 那这个运行时间是33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推的一个解 和这些这样一样 如果这个数组为空数组的话就返回0 就不用去管它了 之后拿出它的长度来 然后我们初始化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数组啊 把它初始化长度是n 这边的i其实是每举了 不同的就是subarrate的长度 我要求解的长度 这个解的话表示 呃 表示说我要每举就是说 不同的就是就是另外一层循环了 另外一层循环的话就是 呃 当我要求解这个长度长度为这么长的一个subarrate的时候的话 我要每举它长度比较短的长度比较短的那个subarrate 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也是必须说我当前这个subarrate的结尾要比你这个短的subarrate结尾要大的话 我的值啊 我的这个lis的长度啊 是你的长度 我可以把我这家带进去 所以说是你的长度这样一 这样的话我要去还是一样的取这个最大值 因为我有可能很多种不同的subproblem有不同的解 然后在subproblem找个最大的解 之后的话我还是一样 就是返回这个这个farrate中最大的元素就行了 表示我们已经求解完成了 好的 那这好题的话 我们就今天先讲啊两个 就讲了一个 其实讲一个就是那个n平方一个算法 这时间法都是n平方 它的外循环的话是n 就是说求解我求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要求解我这个长度比我短的子问题的解 然后必须它的那个最末尾的元素必须比我当前这个数字的末尾元素要小 这样的话我的解就是这些subarrate的解加上1 然后我要在这个所有的解当中取个最大值 然后我就完成了 这是个d 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个d归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那些d归形式 但是它的时间法度都是一样的 都是n平方 然后空间复法的话是on 它只需要使用线性个元素就行了 它表示这个长度为n的这个subarrate的最长的那个longest increasing sequence的长度 好的 那这道题目我们就讲到这边 它naive的方法的话是r的n次方 当然是不可行的 就讲了一个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来求解 因为它很多子它其实其实这个其实也是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没有去把子问题的解存下来 如果把子问题的解存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了 但是说如果你存在用这种方法 你存下所有子问题的解的话 那它空间也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得更高效的去更高效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我只去考虑这个我的子问题 我只要考虑必须从0开始 这个subarrate必须从0开始 然后长度要比我当前的速度短 并且它结尾要比我这数小 我只要考虑这些子问题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道题我们讲到这边 然后不要忘记关注我们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然后也会把这个题目 这个代码已经讲一放到这个视频评论区里面 这个描述区里面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觉得讲的不够清楚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想办法改进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理解 理解这样的题目 好的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讲到这边 我是花花 我们去见节目再见 拜拜